接下来我们看IT的下一个特性 块级纵域 其实在VAR定义的变量 并没有块纵纵域 在ES5里面 只有全级纵域和函数纵域 它并没有块纵纵域 这样的话 其实就带来很多不合理的一些场景 我们看例子 比如说大家看 复运环 然后我使用VAR 最基础的复运环 I等于0 I小于3 I加加 然后我在这边直接输出这个I 这个很简单 值是不是就是012 对吧 012很简单 然后我想在外面 再输出这个I 我想问的是 代码第45行 能否取到 循环里面的这样一个I的值 大家想一想 我这边加一些代码 比式区分 比如说这个叫做 循环内的I 再往下叫做循环外的 大家一定要仔细思考 外面能不能够取到这个值 思考完了吗 怎么样 45行会输出什么 大家仔细看 循环内 012 在循环外 也能够取到I的值 值是3 首先 为什么是3 然后 为什么能取到这个3 大家想一想 第一次复运环 I等于0对吧 判断 0小于3成立吗 当然成立 然后输出0 I加加 I数变成1 判断1小于3也成立 OK 输出1 再加加变成2 判断2小于3也成立 所以就输出2 这时候再加加 I是不是变成3 然后判断 3小于3成立吗 很显然不成立 那么 循环结束 所以大家想一想 当循环结束的时候 I的值是不是3 但是因为当前 Y过年子定义的变量 并没有块级综合域 什么叫块级综合域 其实一个大括号 它就会形成一个块级综合域 相当于是很多语言 是有块级综合域的 然后块级综合域的意思就是说 我在这个大括号内 这一块内定义的变量 只能在这一块使用 但是ES5没有块级综合域 所以能够发现在循环Y 是不是也能够取到这个I 这个I是循环结束 完成以后那个I 所以说I的值 在外面能取到是3 懂了吗 所以大家想一想 这种的话代码 是不是也并不安全 我本来我这个I 只是希望在我这个大括号内 这个综合域内去使用的 但是你在外面也能用 其实这样并不好 比如说我们把万关键字 改成Lite 大家再看 保存 大家看这结果是不一样的 循环内的值还是012 这个毫无疑问 但是在代码第45行 报错 I is not defended 说明我们在45行 取不到当前这个大括号内的I的值 这就是Mite 具有块级作用域 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清楚的 我再打几个例子 大家仔细看 比方说我在一句代码 比如说还是F吧 大家注意 大括号刚才我说过 它就会形成一个块级综合域 我这边写个false 说明F里面的代码 我不想被执行 对吧 然后VarA等于5 我在外面输出这个A 我还问大家 这一行代码第50行 会输出什么样的结果 大家想一想 我保存 大家看50行输出一个undefined 这是为什么 你想明白吗 它是不是跟我们刚才讲的 Var关键字并没有块级综合域 是不是这个原因 你想一想 比如说如果没有这句代码 那么第50行 是不是会报错 说A为E 但是因为Var没有块级综合域 所以说我在外面 是不是也能够取到这个A 只不过这个A 是在这个里面复制的 所以说在这边取到的时候 它取不到5 只取到了一个定义的A 但是没有复制这样一个值 所以说是一个undefined 但是大家再看 比如说我用S的包存 这时候是不是我报错 因为用S是有块级综合域的 这样的话 我们的代码会更加的安全 另外关于Lite的块级综合域的写法 还有一些细节需要注意 大家仔细看 比如说经常有人这样写 我F F什么呢 F一个处 就表示它一定会执行的意思 很多人习惯这样写 比如说我F后面的语句 可能只有一句 VarA等于5 很多人会习惯这样写代码 他觉得F后面的语句就一句 我也不用加大呼号 我就写它后面就行了 对吧 很多人会有这样不好的习惯 大家仔细看 我保存 你会发现左边并没有报错 对吧 但是你看 如果我把它改成Lite的话 再报错 你会发现 语法报错 报什么错呢 其实这句错误的意思 指的就是 执法声明不能出现在单个语句的 concept上下文当中 也就是说 在ES6的快速中语 是必须具有大括号的 如果没有大括号 GS引擎就认为不存在快速中语 这时候就会报错 所以说 哪怕你F后面的语句 只有一句 那么在ES新的语法里面 你也需要把这个大括号 给它写全 然后格式化一下 这种代码的可读性才强 保存给大家看 这边就不会保存 所以这个细节 我们需要注意 好的 讲完S这些初性了 我给大家出一个题 大家一定要有主意思考 比如说这样 我还是一个简单的复约环 var i等于0 i小于3 i加加 注意 我是用var关键字定义的 然后我这里面有一个settimeout 大家应该知道 settimeout是GS里面 自带的一个函数 对吧 是温度下面的一个函数 它的作用是一个定计器 第一个参数是一个方法 第二个参数是一个 以毫秒为单位的时间 当然这个时间也可以不写 不写默认的情况下 就是说 到它该执行的时候 它自己就执行了 就这个意思 这个时间我就先不写 比如说 我在这个里面 输出这样一个i的值 我要问大家的是 当前这个i的值 输出应该是多少 我相信很多同学 在面试的时候 应该都遇到过这道题 对吧 有答案了吗 我们先看答案 三个三 第一个圈数表示 出现的次数 对吧 几次呢 三次 三次都是三 为什么是三个三 其实我相信很多同学 会认为输出结果 应该是零一二 应该是这三个值 我相信很多同学 是这样认为 那为什么会输出 三个三呢 大家想一想 虽然我后面 没写时间 但是 settimeout 叫做一个 一步的操作 什么叫一步操作 它并不会马上执行 在GS当中 有一个叫做 事件循环机制 event loop settimeout 这种一步操作 它会等到 主线程空闲 并且我这个时间 也到的时候 才执行 大家想一想 我们的负循环 其实相当于是一个 同步操作 它会直接执行三次 但是当它执行的时候 其实我们这样一个 一步操作 并没有执行 当settimeout 第159行 执行的时候 其实负循环 已经执行完成了 这个时候 取到i的值 是循环完成以后 所对用那个值 我们上面分析过 这个循环 结束完成以后 i的值是几啊 是3 所以说 ttimeout 输出三次 相当于因为是 负循环三次 会有三个 ttimeout 这样的一步操作 每个一步操作 在取值的时候 都是在负循环 执行完成以后 它才去取值 所以说 取到值 是结束的结果 答案是3个3 懂了吗 但是我有这样的需求 我现在不希望是3个3 我希望它的值 就是0 1 2 我们应该怎么去做 我相信这个时候 有些同学 有些基础同学 会想到一个词 叫做什么 叫做 臂包 叫做臂包 我演示一下 怎么写 大家看 我在这个里面呢 写一个函数的 例子之形 比如说 我这边写一个方法 什么叫函数例子之形 我这边是不相当于 这个方法 但这个方法没有名字 我通过方法括号 是不是就直接 调用这个方法 因为这个方法没有名字 所以只能被调用一次嘛 它不能被再次调用 对吧 然后呢 我把交易代码 直接剪贴到这个里面去 大家看 当我执行复循环的时候 那么 这个括号 是不是相当于 调用这个方法 这边 是不是可以传一个 实参 实际参数 比如说 我把这个i的值 作为实参 传到这 那这个实参接收的时候 传到这边 这个地方 是不是应该是接收i这个实参的 那个形参的地方 形式上参数 当然 为了区别啊 名字我改个名字 比如说叫做接 那这边用的时候呢 我用的是这个接 形参的名字 因为接在这边就代表i嘛 对吧 我们先看一下结果 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时候的结果 就是刚才我想到的012 为什么会这样 到底什么是臂包 我简单的说一下 其实臂包呢 是有这样几个特点 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它的特点是 有一个外部函数 然后呢 还有一个内部函数 内部函数 会调用外部函数的 这样的变量 这时候就能够保证 外部函数这个变量的 这个状态 不被释放 什么都不被释放 大家想想循环的时候 我i对应的状态 是不是应该是012 当然瞬间执行完 但是是不是有这三个状态吧 对吧 因为这边形成的臂包 所以说在这里面 一直在引用着 外面所对应的值 它外面这个状态 它这个几个值就不会被释放 所以说这边就能够获取到 刚才我们想要的012 这是臂包的指示 这臂包并不是es新的语法 是以前的语法 大家一定要理解这个臂包的意思 其实臂包实现我这个功能 但是大家再看 我有没有别的方式 去实现我这个功能呢 比如说我们今天 是不是学问i对不对 我不想自己写臂包 我呢还是这个i 可以画一下 这样的指示是不是 还是三个三 对吧 大家可以看 其实呢我只需要经过一个小的改动 就能够实现这样的功能 比如说我把w直接变成at 其他的都不改变 大家仔细看哦 包存 有没有发现 这边的值就是012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为什么用at以后 它就会012呢 可能同学不能很好理解 对不对 这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段代码 如果编译成es5的代码的时候 它会编译成什么样子 我现在把这个代码 传出c 怎么去看它编译完成以后代码 是什么样子 打开我们的白度 我们搜索bible babel 回车 第一个就是bible.js.cn 还记得我前面讲过说 我们的es新的语法 并不能被读软器直接识别 对不对 所以我们需要通过bible去编译 大家看这个网站 就是bible的官方网站 大家有时间可以去看一看 然后我们点击一下 上面菜单试一试 这个一面里面 其实左边 我们就可以粘入一些 新的语法 粘贴进去 右边就会自动的 把它转化成 瘤软器能够识别的 es5的语法 比如说我们先试一下 大家看 我记得leta等于5 大一点 大家有没有发现 let会直接的被编译成w 对吧 然后你再看 比如说我把刚才这样的代码 复制到这边 大家可以看右边 大家看右边编译完成代码 左边是let循环 右边编译代码更大一些 大家看清楚一些 你看 复循环 首先let变成w 对吧 在w里面 是不是它自动的 生命一个函数 叫做下关线 loop 这单转是循环的意思 这函数怎么定义呢 大家看 是不是外面 这是一个函数 然后里面 又是一个函数 把这个翻译的 插件已经关掉 外面有个函数 里面有个函数 然后里面的函数 是不是掉用 外部函数的局务被量 这时候 外部函数这个变量 不会被释放 所以大家能看到 在我们当前 这个循环里面 当转化成es5的愈发以后 它自动的 就形成了一个壁包 从而达到 刚才我们说 保留住i循环 每一个状态 这样一个目的 所以当我们学会 s关键字以后 大家一定要去 用s关键字 去定义我们的变量 而不要再用 w关键字定义 因为刚才我们讲过 w关键字 是不是有各种 这样的问题 对吧 然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这节课我们讲的内容 这节课我们讲了 在es6当中 一种新的声明方式 叫做mite 它与w有很多的区别 比如说包括 定义的变量 并不属于顶层对象window 变量的名称 不允许重复 同时变量 是不是必须要 先去声明 然后在声明的下面 再去调用 并且mite定义的变量 是存在块级重域的 所以通过这讲解课的学习 大家是否能够感到 es新语法的魅力所在呢 是不是通过es新的语法 能够使我们的代码 更加的健壮 更加的安全 那接下来 大家是不是应该 打开你的电脑 把我们的课上代码 自己去练习一下了呢 大家加油吧